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嘉珊 歡迎回來第三集的SKY BLOCK 經過上一集我弄了裡面的附魔室 右上的I字可以回到上一集我弄這個附魔室 其實我已經確充了 不過我沒有時間結束 今天我們有很多很多東西做 如果大家想我繼續打開這個光影 可能大家會有點眼殘 希望不會 今集我試著打開這個光影來拍 不是最強的光影 這個是比較差一點的 名字叫BSL Shader 可以自己去搜尋一下 你就可以找到不算很高要求的光影 我看起來挺舒服的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我繼續打開這個光影來拍SKY BLOCK 希望不會做到大家的眼殘 今集要講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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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做很多很多 希望大家如果喜歡SKY BLOCK的系列 麻煩大家給我一個Like 非常謝謝你支持我這個系列 沒錯 我們今天要講第一件事要做的 就是有很多觀眾都經常問我 有些物品如何合 例如最多人問 都是莫過於我這把Jungle X 這把叫做叢林斧頭 這把叢林斧頭 很感謝其中一位觀眾送給我的禮物 其實我自己是合不到的 我們需要進去Collection 然後樹木 Jungle Wood 然後你就找到第七級就是Jungle X 其實很簡單的 真的有些概念斧頭 你會在關於木的東西找到 你不會在釣魚裡找到 是不是 解答完這件事 我們今天要做的東西 非常之簡單 就是做Proto Proto很多觀眾朋友都經常問 為何加神會有這麼多Proto 之前有一兩個觀眾送過Proto給我 不過我不太滿意它的合法和砌法 我結果就拆爛了它 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合Proto 在盒之前 我要跟大家說 我有一樣進度是非常開心的 釣魚仔也經常很多人問 釣魚仔是用什麼盒的 你不要跟我說釣魚仔 是用小麥 用曲奇餅 用礦去合 麻煩你用少許常識 釣魚仔是用什麼盒的 很明顯是魚 釣魚最基本的魚 你就可以找到Fishing Minion 是不是很簡單 釣魚仔就在這裡了 今天釣魚仔很聰明很聰明 幫我釣了很多東西 就是一堆的海綿 我們先收掉它 Yeah 海綿 我終於終於終於 留在拍片我才做這件事 就是我可以合到一條 在這個Skyblock裡面 是最糟糕的裝備 這條褲就叫做Steelville Panzer 即是立體星的褲 立體星的褲 我來做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說 Become a Walking Talking Jukebox 你可以變成一個 隨身的音樂盒 盒成方法很簡單 就是三塊附魔了的海綿 然後再加四塊海洋碎片 我不太記得中文名字是什麼 那麼呢 很幸運我已經準備了 三塊這個非常厲害的海綿 還有很多碎片 那麼就和大家合這條 史上最Q吵的褲 我覺得很推薦大家去合這條 這樣的垃圾褲 史上最吵 聽著 閉嘴 好閉嘴 這條褲真的夠命 這條褲我想我應該直播的時候才會穿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一次的Skyblock系列 就好像在解答你們的疑難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聰明 我可以懂這些東西 就是大家要聰明一點學我 這條褲裡面其中一個褲魔 你就應該會看到在64 64 是最盡的 暫時來說 有一個褲魔叫Grove 合了之後我就會多多 很多血 暫時我這套衣服就不搞住了 這個褲魔也不搞住 這條垃圾褲 這條垃圾褲 吵到爆炸 大家認住這條 什麼 Stubio 的Pens 吵到爆炸 真是瘋 這條垃圾褲 我應該要改名 我不是叫做家神 我直接叫做百科傳輸 就對了 我應該是叫百科傳輸 今天我們要合幾個傳送門 在Skyblock裡面 有很多傳送門可以讓大家用到的 例如我的島裡面 有這個白環木的傳送門 其實它是去木島 基本上所有存在在Skyblock裡面的木 都可以在這裡斬到 這個木島 第二個就是火焰堡 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這樣形 烈焰堡 就是進去打BOSS 打烈焰屎萊姆 和刁靈骷髏 還有一個 就是這個深的礦坑 就是我們可以進去挖很多礦坑 絕對不是只有這三隻Prot 我們要回來這個位置 跟大家說一下有什麼Prot 第一個Prot 我們需要進去薯仔的collection 在薯仔的第二個level 我們就有一個傳送門 Protto to the Blunt 去這個農場 這個非常方便 我也不需要走路 就可以去到這個農場 農場是怎樣合 我們是需要三個蘿蔔 五個薯仔 和一套的Ander Pearl 就可以合到一個Prot 去這個農田 第二個Prot 我們要按去可可豆 在第三個level 你就可以找到一個需要去到蘑菇島 就是三個可可豆 五個仙人獎 和一套的Ander Pearl 再下去 我們就進去Recipe Book 因為這裡會方便一點 其實按進去 其實我們已經有兩個了 一個叫Goldmine 我們去一個金礦 就是沒有那麼厲害的 基本上只可以掘到 前面的小小礦 以及我們的深坑礦 這個烈焰城堡的合法 就是三個Nether Break 五個Nether Wreck 和一套的Ander Pearl 還有一個我剛剛遺忘了的Protto 就是Grafel 原來我一直都忘記掘Grafel Grafel裡面第三個level 是有一個叫做Spider Stand 裡面的合法也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可以去到蜘蛛島 很方便大家去打蜘蛛 暫時看下去 就是只有這幾個Protto 希望我的數據 我自己看就應該齊了 話說這個位置就是我的Protto房 今天我要做的目標 就是擴建這個位置 整個由橋這裡 去到橋的另一端 都是我的Protto房 而且中間這個就是我的家 而且這個位置 之後可能就會是一個室內的家 所以我今天就要和大家去合一合這個Protto房 加上這個Protto房 這個我也是可以拆到旁邊這些地方 所以我很需要把這個位置重建 所以我就有一大工程要去做 然後我就會拆到旁邊這些地方 回來我就拆掉這個位置 我就將會拆掉它變成一個草地 那我想呢 這個感覺是這個位置是一個 叢林或是樹林 那中間穿過就是一列的Protto 然後跟著才會到我自己的倉庫 那到這間屋子 這個大的屋子 那這個屋子其實我也有擔心過 可能不夠大的 那希望呢 我是以環發展 因為其實我局限了自己 所以呢 不可以發展得那麼大的 那首先呢 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做一些最討厭的事情 就是填一些洞 填一些洞 填一些洞之後呢 那我就把這個位置呢 就開始放泥了 那放泥之外呢 我亦都要做最討厭的事情呢 就是要等它變成草 不過幸好呢 觀眾送這把Jungle X 是有Self Touch的 所以呢 我很方便呢 有空放夠草給它呢 那它就自己會生草 那我絕對不需要擔心它 生不生草的問題 那這一位呢 就是好像森林一樣 那這樣 那我大概 我想 應該我也是會用 五格 左右吧 我會擴充這個位置多一點 等進來的位置會多一點 因為三格是Protto 那這一格呢 如果只有三格的時候呢 我覺得相對上左右比較大 所以呢 我會覺得呢 那個燈呢 我都會放在這一邊的 就給大家看一看吧 就放這個位置 那些Protto呢 是會向這邊移出去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感覺上的Protto 就不會阻止大家走 而且這一條路呢 就由三格擴充去五格呢 就應該舒服一點的 應該 好 好了 我這條橋的大道呢 就開始滲透一些泥過去了 非常之快啊 那麼 那現在呢 是時候呢 我們要合我們的Protto了 好 Protto已經整完了 對啦 直至呢 我現在呢 可以合到的Protto呢 其實是 大約只有六個而已 就是第一個啦 可以去到農場啦 去到魔巫島啦 去到這個 金的礦場啦 還有去到深礦坑啦 這個白橫木的樹林地方啦 還有這個火焰烈焰的城堡的 其實它還有很多 可能我說漏了啦 一些關於木頭的Protto啦 但是它們都說 所以呢 遲些就可以合到啦 那 暫時呢 我呢 就分一分類啦 那 是時候要放啦 那 放呢 我都希望不要放Fail 因為我的Napel呢 不是說太多 都是大部分觀眾給的 所以呢 我找一個 我一些材料 比較容易拿的地方去試 就是這個白橫木啦 好啦 算好了 算好了 我要 用的格數啦 希望沒有算錯啦 因為 其實呢 它有點複雜的 因為呢 我們是需要把Protto 放出來呢 而且我是不知道 那個格數可能是多少 因為它說不到給你聽 那呢 你要 希望我沒有做錯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用我這條片 借鑒 OK 那呢 印象中呢 它是會吃你七格的 那大家可以一起數啦 那 1 2 3 中間的三格啦 旁邊的兩格啦 還有 頂的兩格啦 那高呢 我是沒有算到的 希望我沒有起錯啦 那 起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放一個地方啦 這個地方呢 就是Protto會生的地方 放出來 希望成功啊 YES WOW BABY 就是這個位了 大家看到了 它呢 是會 生成這樣 所以應該是七格的 那這個位呢 我就到第二個了 這個是農場啦 你看 它又說你妨礙了 是不是這塊東西呢 可能是這塊 希望沒事啦 放這裡 是啊 是那個東西 YES 我沒有計錯啊 是啊 嗯 嗯 其實可以更大 但是我特地留了一格出來的 因為 我不想太大 那麼多多一格的時候 我有個空間去發展 那麼 去到這一格啦 八幻木 可以啦 WOW 好 接下來了 剩下三個了 就是 我們的地獄 地獄 我覺得放這個位是最棒的 放地獄 BOOM BOOM BAM 又有什麼妨礙啊 YES 哇 嚇死人了 如果它有什麼妨礙 這個位置沒有可能阻礙 OK 我已經是填空了給它 我不知道它會阻礙什麼 好 接著呢 就順著下去 應該這個 這個是最廢 這個金的 這個呢 就是高級一點的 高級洞穴 YES 還有這個 低級洞穴 YES BABY啊 我已經搞斷了 這麼多坡圖 暫時其實我是只有六個坡圖可以做到 其實可以做更多的 但是 我不是很想 這麼迫 其實很迫的 現在 只是大家可能覺得 喂 有點迫 我家臣 真的有點迫 我發覺 不過 遲些我應該是會 多一點資源的時候 我就會再重新建造 基本上呢 這個坡圖的大道就搞定了 現在呢 差最後一件事 亦都我最重視的 就是裝飾了 那呢 我是會想著 這個位置 其實呢 就 鋪回這個 草地的 希望可以很成功 鋪回好它 超奇怪 而且這個島呢 石島呢 我會把它改造 那 石島的底 應該會是 泥來的 那 合乎回它 一開始 泥的通道 那 非常之好 而且 Jerry呢 就應該有一個好的 地方 可以安置它 就是 千萬大家不要再 放它 不知道它在哪裏 那我應該會 放一個 counter 或者 嗯 我不知道 我 我隨便放在這裡 遲些 Jerry應該有一個 counter 好 啦 起完了 暫時這個時光隧道呢 我給大家看一下 East Ring也有在 那 這裡呢 就是我的 樹林 我建了一半而已 其實我花費了 一兩天時間 就是 將這裡呢 變成一個花園 我要講解一下 這裡真是 喏 好老實說 我建東西不漂亮的 但是 叫做 看下去好看 那 那 這個就是我的 地獄門 有些地獄石 有些 有些 這些是爛泥來的 都不可以說爛泥 我叫做 硬化的泥 它是不會變成草地 那 這個就是蘑菇島 那 這個呢 就是 農場女 那 這個呢 就是木島 然後 就是礦啊 地獄啊 等等 那 我基本上就是 弄得地很爛 那 因為呢 我遲些呢 就會 封住大家 都不算封住大家 只不過是 想限制大家活動的範圍 啦 我不是太想 其他人呢 就衝出去其他地方 那 那 以免劇透我之後 玩skyblock呢 裡面我要準備一些 大計劃的時候呢 讓你知道了 所以呢 這個位置 傳送門就是 會開放給大家 但是呢 我是未整完 因為呢 那 我前面這個位呢 我想再弄多一點點呢 就是 封住這裡呢 還有我要給一個 很好的家庭給Jerry 因為Jerry呢 很慘的 經常被人欺負 經常被人搬來搬去 我一定要固定他 所以我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欺負Jerry Jerry 永遠站在這個位的了 OK 他是大家的 公園管理員 你不要再搞他 不要再搬走他 他很乖的 你不要再搬走他 你不太渺 回到來...我終於起完啦 我身邊有多兩個很無聊的人過來 八卦一下我在做什麼 那這裡就是我進來的地方 的Porto Jerry也蠻開心 Jerry有一間家 Jerry's Home 啫喱的小屋 這個叫啫喱,這個叫啫喱叔叔 以後大家進來就跟啫喱叔叔說 早晨啦 千萬不要搞啫喱叔叔 這個呢是完美展示了 香港的問題 也可以展示到原來我這裡的洞是未封的 對了 非常好 現在呢 Jerry好乖的 他站在這裡幫助我的 大家記住不要搞他 那這裡呢就是 基本上之後我的Porto房 那... 看上去不是說很大 但是感覺上呢 都... 有個風格在這裡 好像蟲林一樣的 撇除了大家聽不到很吵 因為Porto真的很吵 那這集的Skyblock呢 就到這裡了 那我就終於搞定了這個Porto房的地方了 哇,真的搞了很久了 我真的搞了... 至少... 兩天左右 我想 非常之多事情做 這個Skyblock 終於我完成多一個Task了 那我可以呢 即將呢 做完最後一個Task 就是我現在身處在這個位置的觀眾屋 或是觀眾之家 那整完這個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帶大家到處去Skyblock裡面 去賺錢探險 以及去觀眾的Skyblock 一起參觀一下 好啦,今集的Skyblock 去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留個Like給我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 我們下一次的Skyblock再見 拜拜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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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